近日 陈飞公开微电影《守望鸟》 其中出现有云影无人机试碑的画面 云影无人机是我国首款外贸型高空高速无人机 其性能十分出色 领先于绝大部分目前国际市场上出现的无人机 中国的翼龙和彩虹系列无人机已远潇海外 由于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不仅价格实惠 性能强 还经历过实战的考验 在战场上命中率甚至达到95%以上 这让中国无人机在国际防务市场上成为一块金字招牌 不过为避免翼龙和彩虹无人机自相残杀 争抢同类型的客户 我国就需要研制出一种和此前所有无人机都存在差异的 甚至是更高端的无人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 陈飞开始研发云影无人机 据悉 云影无人机配装握喷发动机 因此飞行高度更高 达到13000米左右 在一个小时之内 可以覆盖1万多平方千米范围的图像 其次 该机还可挂载精确打击武器 在60千米范围内实现精确打击 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可以说 云影无人机集合了中国无人机领域最先进的机数 因此在国际上一直备受关注 去年11月12号 在迪拜航展上 云影无人机首次走出国门 就引来无数外国人火辣辣的目光 多国对他很感兴趣 此次云影无人机再次爆出是非的画面 怕是会让美国彻底坐不住了 中国此前大量出售无人机 让美国很是焦虑 对此美国希望中国能限制出售无人机 设定一些限定条件 而美国自己却要解禁武装无人机的出口 将向更多的国家出售查打一体无人机 美国这番做法实在令人气愤 不知道未来比翼龙和彩虹系列 更先进的云影无人机正式开卖后 美国又会折腾出什么来 但相信 中国生产的高端无人机 一定不愁无用武之地 倒是凭借我国在无人机领域 多年打造下来的口碑 将获得大量的订单 也让全球军工买家们 能买到威力更大的高端无人机 而按照中国外贸武器装备一贯的作风 其价格也将很吸引人 让美国恨得直咬牙却无能为力 今年由我国牵头发起了神秘的雪人计划 这是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 终结了美国30年来的霸权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1号哨所 回复雪人了解详情